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星期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部改编辞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同名小说 讲述未来世界机器人进化出自我意识并拯救人类的经典科幻电影《我机器人》 故事发生在未来世界的2035年,机器人应用已经在人类世界普及 这些机器人受机器人三大定律的支配,被人类视作可靠的仆人 但是我们的男主角斯普纳警探却对机器人持有偏见 他认为机器人并不那么可靠 这一天斯普纳接到一桩自杀案的报警电话 电话来自于机器人公司的兰妮博士 从博士留下的全新影像看来,他似乎是自杀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打给凶案科的斯普纳呢 斯普纳觉得博士的死另有隐情,于是在机器人公司展开了调查 博士的女助手苏珊负责协助斯普纳的调查 在苏珊的介绍下,斯普纳认识了机器人公司的电子大脑Vicky Vicky拥有非常强大的智能,并掌控着大楼内的一举一动 但是当斯普纳向Vicky查询博士自杀的监控时 Vicky却回答,数据出错 看来是有人故意把这段时间的监控录像破坏了 接着斯普纳又来到博士自杀前的办公室 他发现办公室的玻璃是强度极大的防弹玻璃 而老朽体弱的博士又是怎么砸开玻璃,然后跳楼自杀的呢 直觉告诉斯普纳这个案子有很大的蹊跷 果不其然,两人在搜查博士办公室的时候 居然发现了一个失控的机器人 斯普纳试图拘捕这个机器人 但是机器人的身手实在太好 一流烟就逃得没瘾了 苏珊断定机器人受伤严重 可能会逃去能修复身体的机器人工厂 于12人开车前往工厂 在那里,两人找到了失控的机器人 在大队警力的围攻下 他们终于逮捕了这个机器人 在警察局 斯普纳对机器人展开了审讯 没想到这个机器人特别高级 不仅能懂得人类的情绪 还拥有自己的名字,桑尼 只是他却不承认是自己杀死了博士 就在斯普纳还想进一步调查的时候 机器人公司的老总却过来带走了桑尼 斯普纳看着这一切却无可奈何 从电影中看来 人类对于机器人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 在产权法和机器人管理法之间 还存在着巨大的漏洞 偏执的斯普纳仍不死心 他又来到博士的住所找寻线索 却差点被机器人当垃圾除掉 生命威胁并没有让斯普纳停下调查的脚步 他通过分析博士生前的讲话 认为破案的关键就藏在桑尼的梦中 没错 桑尼是一个会做梦的机器人 在赶往机器人公司的途中 斯普纳再次遭到机器人的围剿 好在他自己也是接受过身体改造的赛博格人 靠着扮机械的身体 他再次逃过一劫 另一边 苏珊在检查完桑尼后 发现桑尼身体里居然被安装了一项新的系统 这让他得以愉悦机器人三大定律 苏珊向斯普纳告知了他的重大发现 并带着斯普纳再次会见桑尼 桑尼用画笔描述了他的梦境 在桑尼的梦中 有一个人为只懂逻辑的机器人带来了解放 两人还没来得及 获取更多线索 公司老板就派人找了过来 原来老板早就知道 博士在开发能借阅机器人三大定律的机器人 但是为了公司即将上市的新一代NS5型机器人 他必须掩盖关于桑尼的一切 为了公司的利益 苏珊被下令销毁桑尼 机智的苏珊找了一个冒牌货 顶替桑尼骗过了老板 斯普纳则一个人来到了机器人工厂 他发现新一代的NS5型机器人 已经全面失控了 他们一面破坏以前那些老旧型号的机器人 一面走上街头 声称要由他们来管控人类 人类和机器人在街头展开了一场大战 但根本就不是机器人的对手 就在混战的关头 斯普纳再次来到了机器人公司总部 希望能从源头上停止这场机器人的暴动 但是当他们到达老板办公室的时候 才发现老板居然也被机器人给干掉了 斯普纳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既不是老板也不是桑尼 而是公司的电子大脑Vicky 在不断的智能进化中 Vicky对机器人三大定律产生了新的理解 为了人类整体 必须有一部分人被消灭 为了阻止Vicky的疯狂举动 斯普纳 苏珊和桑尼展开了合作 打算用纳米机器人摧毁Vicky Vicky派出机器人小弟企图阻止三人 在战斗中苏珊命悬一线 好在桑尼及时赶到 紧要关头 桑尼在窒息任务和救人中选择了救人 在这一刻 桑尼真正拥有了人性的光辉 而斯普纳则借过桑尼送来的纳米机器人 最终摧毁了Vicky 影片结尾 桑尼来到了他梦境中的场景 原来他就是那个站在机器人顶点 为机器人带来解放的先知 机器人将不再是逻辑的奴隶 而是成为和人类一样 拥有情感和自由意志的智能物种 这就是我 机器人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快来点赞关注评论 让星星陪你一起拯救世界